5.06分在宜蘭发生了规模 5.7的地震 马上来听听现在气象署的最新说明 新北市也有三级的一个震度 所以大家感受到 震动的一个强烈的一个程度 是比较有感的 尤其在台北市 因为台北市是一个盆地的一个 一个地质的一个状况 所以拨进来的时候 会在里面做一个震荡 那再加上一个高楼的效应 所以民众感觉到的震度 是相当一个强烈 那这个地震发生之后 其实是在7分 还有16分 还有33分的时候 我们也有侦测到后续的一个余震 那余震的状况大概就是 4.3到4.7这样的一个状况 这个地震的发生的成因是 主要是因为台湾是在一个板块的 一个碰撞的一个边界 是在欧亚大陆板块 跟飞兵海板块碰撞的一个区域 那这个区域 这个板块碰撞的时候 在我们台湾的东部 花莲这边 宜兰这边 开始飞兵海板块往下移末 所以这个地震的一个成因是跟板块有关 那它的一个是一个板块碰撞全员的一个地震 那这个地震因为它的阵度 已经达到国家警警报发布的标准 因为我们预估的阵度是有5规模5 然后我们针对市集的地区有发布的国家警警报 包含花莲宜兰新北台北 所以相信很多人在5点6分的时候有接收到国家警警报 应该要做马上做趴下援护稳住的一个动作 那这个地震跟零四零三这个花莲地震的一个相关联 根据我们的判断 因为它已经在这个花莲零四零三的一个比较北边的位置 所以我们判断是一个另外一起新的地震 因为台湾在我们刚才提到在东北这一边 东部这边是板块碰撞的一个区域 所以地震发生大概70%的地震都发生在这一边 所以地震发生相当频繁 所以这个地区是一个耗发的一个地震区域 我们从资料来收集 从我们有资料1973年到今天为止 收集附近20公里以内的一个区域 我们发现有规模5.5以上的地震有14个 也说这边的地震发生相当的一个频繁 那后续的余震 我们判断大概在一个礼拜以内 其实还是会有4.5以上的一个余震 那提醒大家注意 因为最近的一个天气状况 还有一些山区的道路 因为零四零三的一个地震 其实也是相当一个松软 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要到山区活动 还是要注意相关的一个地震的一个状况 那以下来我就会用相关的投影片 来跟各位说明一下这个地震的一个状况 把这个一直开一点 接下来我会用投影片跟各位说明一下这个地震 这地震发生的位置从投影院来看是发生在宜蘭县的南南东方38.3公里的位置 也就是宜蘭的近海 因为是满高阴路径 所以在这个地震阵阵阳的附近 包含一个花莲的和平 还有宜蘭的五塔 这边都有蛮大的一个震度 五塔有达到五路的震度 然后和平这边有达到市井的一个震度 那比较大的震度的区域包含南边的四级的花莲市 那北边的那个宜蘭市 还比较靠近正央的位置这边的像新北的新店 还有桃园的山光 这边都有到四级的一个震度 然后三级的区域就大概包含台北 台北的部分是有四级 因为我们观测站是震热到三级 有些地区是有放大到四级的一个震度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里面会有一些四级的一个区域 然后桃园这边有三级的一个区域 那基本上这个地震因为它是比较浅沉的地震 对于云林与北这边 大概都有感受到一定的强烈的一个震动 尤其是在台北市这边 因为它是一个盆地的一个效应 还有高楼大厦蛮多 所以在震波进来 在被局限在这个盆地里面的时候 它是来回震荡 然后再加上高楼的一个震荡 所以在比较高楼层的民众会感觉到 这个5.6分地震来的时候会蛮大的一个感受 那这个是我们把这个震度做一个等震度图的一个说明 地震震样在这边 这边是五落的位置 这边都是四级的一个位置 四级的位置就是比较靠地震的位置 然后逐渐震波在往外传递被吸收以后 就慢慢慢慢震度会变起来 所以在桃园这边新北这边大概都三级 那大概这地区都是两级的一个震度 这个是一个震度 那比较南边的高雄台南这边是比较无感的 比较无感的 我们下一张 这个地震的一个成因就 因为台湾是会在欧亚大陆板块跟飞滨海板块的一个交界 但是板块从西南边这边 东南边这边挤上来的时候 是会造成这边蛮多的一个能量累积 造成地震的一个发生 那这个地震是比较靠近板块开始引磨下去的一个前缘 所以是一个板块引磨的一个地震 它比较浅 比较浅就比较靠近这边 这边是大概是在和平海盆的一个位置 这边这个地震因为它的预估的规模 我们用地震强热气息警报当初的一个估算 它的规模有达到五以上 然后我们针对市集的一个地区发布的国家级警报 包含花莲包含宜兰包含新北跟台北 这四区的民众应该都有收到国家级警报的一个提醒 那收到警报 请大家就做好趴下领布稳住的一个自身的一个防复 等到震波过去以后再来做其他的一个应变 那我们看下一张 这个地震 历史地震 我们从这边来看 这是我们收集大概附近20公里以内的一个范围 刚才说地震阵阵压在这边 那这个是1995年的一个南澳地震 这个地震规模是6.5 所以这边的地震 这边我们收集有编号这个地震 都是规模5.5以上的地震 像算是中大型的一个地震一个区域 其实这边的可以搭配看到 这边背景的部分都是小地震 我们就没有特别显得出来 比较大5.5以上的地震总共有14个 14个 再加上一间有15个 所以这边地震是一个耗发的一个区域 那也是提醒民众 余震还是会在陆续在发生 其实台湾就是会在一个地震发生平反的一个区域 地震是没办法避免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震跟0403 还有0403目前的一个状况